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上仙的 仁德悲悯 我悯众生但你仅是众生之一 你若时运够高的话 有一日能取回复朱 也是可以恢复如初的 看来我不答应也不行 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 你的崇华宫不再阻拦于我 让我自由出入 我知上仙喜敬 但你要把我制成伏朱 我怕我来崇华宫的时日也不多了 好 我答应你 但是我崇华宫的规矩 你也必须要遵守 上仙请讲 我 三不可 一 玄陵墓不可捧 二 崇华宫的书不可捧 三 便是 不捧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 你不可捧 哪怕是一道影子一片衣角 你听懂了吗 上仙的规矩我定能遵守 但也请上仙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 相分入梦之事 不要责怪洛宁 这都是我的痴念 他只是想帮我而已 只是如此 好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